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诶 蝴蝶在捉迷藏 诶 同学们 你们玩过捉迷藏吗 我玩过捉迷藏 就是躲起来 让别人看不到你 那你能想象一下 小蝴蝶们是怎么玩捉迷藏的吗 蝴蝶们一会儿落在花朵上面 一会儿又飞到了叶片下面 跟我们在玩捉迷藏的时候可真像 原来呀 是把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的样子 比作了捉迷藏呢 这就是蝴蝶飞舞 一起读读 蝴蝶飞舞 蝴蝶半空 蝶翅飞 蝴蝶花间 捉迷藏 那小蝇蚓和小蚂蚁又在干什么呢 蚯蚓在造宫殿 蚂蚁在运食粮 小蚯蚓呀 每天都在土壤里钻来钻去 它可是有名的松土专家呢 这就是蚯蚓松土 跟我读 蚯蚓松土 我还知道蚯蚓喜欢吃腐烂的树叶花草 它排出来的粪便 能让土壤变得更肥沃 使植物长得更加茂盛呢 所以小蚯蚓还被称为 土壤中的生态系统工程师 小蚯蚓可真能干啊 小蚂蚁也很勤劳呢 你们看 它们正忙着把粮食运回家呢 蚂蚁们在搬家呢 这就是蚂蚁搬家 来读读吧 蚂蚁搬家 蚯蚓土里 造工店 蚂蚁地上 运食凉 还有两种小动物呢 小蝌蚪和小蜘蛛又在干什么呢 蚌蚪游得欢 蜘蛛解网忙 原来小蜘蛛在忙着解网呢 年年的大网啊 能捕捉很多小虫子呢 这样它就能饱餐一顿啦 再来读读 蚌蚪池中 游得欢 蜘蛛房钱 解网忙 同学们 我们知道了 儿歌里都有 谁 还知道了 它们在干什么 现在就请你 学着老师的样子 和你的爸爸妈妈 也带上动作 读一读吧 蜻蜓半空 展翅飞 蝴蝶花间 捉迷藏 蚯蚓土里 造宫殿 蚂蚁地上 玉石凉 蚌蚪蚀蜘蛛 游得欢 蜘蛛房钱 解网忙 其实呀 小动物们都在干什么 我们还可以用 这样的四字词语来说 现在老师想考考你们 我来读小儿歌 请你来接四字词语 你准备好了吗 蜻蜓半空 展翅飞 蜻蜓展翅 蝴蝶花间捉迷藏 蝴蝶飞舞 蚯蚓土里造宫殿 蚯蚓松土 蚂蚁地上运食粮 蚂蚁搬家 蚌蚪池中游得欢 蚌蚪有水 蜘蛛房钱 结网忙 蜘蛛结网 你们接的可真不错呀 那我们知道了都有谁 还知道了他们在干什么 这些词语写的又是什么呢 这些词语都是写他们在哪儿 是呀 那现在就来和老师玩一个游戏吧 我来问 你来答 读清楚他们在哪儿 蜻蜓在哪儿展翅飞 蜻蜓半空展翅飞 蝴蝶在哪儿捉迷藏 蝴蝶花间捉迷藏 蚯蚓在哪儿造宫殿 蚯蚓土里造宫殿 蚂蚁在哪儿运食粮 蚂蚁地上运食粮 蚌蚪在哪儿游得欢 蚌蚪池中游得欢 蜘蛛在哪儿捷网忙 蜘蛛房钱捷网忙 你们的在哪儿读得可真清楚 下面我们接着交流 我还发现每一行都写了 谁在哪儿干什么 真棒啊 你发现了儿歌里 谁在哪儿干什么的巨事小秘密呢 了解了巨事结构 我们再按照这样的巨事来读 一定能够把小儿歌读得更有节奏感呢 快来读读 动物儿歌 蜻蜓半空 展翅飞 蝴蝶花间捉迷藏 蚯蚓土里造宫殿 蚂蚁地上运食粮 蚌蚪池中游得欢 蜘蛛房钱捷网忙 动物儿歌给我们介绍了六种小动物 其实啊 美丽的大自然里还有很多小动物呢 它们又是谁 在哪儿干什么呢 快来瞧瞧吧 我看到了一只燕子在空中飞 是啊 像小蜻蜓一样呢 那你能按照 谁 在哪儿 干什么的巨事 再来说说吗 燕子半空展翅飞 说的可真不错 燕子 半空 展翅飞 连起来读读 燕子半空展翅飞 我按照谁在哪儿干什么的巨事 写出了白兔地上蹦蹦跳 跟我读 白兔地上蹦蹦跳 你还看到了什么呢 我看到了一只蜜蜂在踩蜜呢 蜜蜂花间踩蜜蜢 我看到一只小青蛙在河夜上呱呱叫 青蛙夜上呱呱叫 我看到一只蜜蜜蜂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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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的响 你们根据句式小秘密写出了谁在哪儿干什么的句子真了不起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节课要写的字吧 我们先来看看池 你能根据观察小锦囊说说怎样写好池吗 池字 左窄右宽 左低右高 我们以前学习过写三点水旁的字 三点水旁的三笔要距离一样 第二个点 还要往左一点 它的关键笔是中间的竖 要压在树中线上写的又高又长 是啊 三点水要成弧形才美观 写好池字啊 野字非常重要 老师再送你一个野字小锦囊 快来读读吧 野字小口诀 横折钩 要倾斜 长树压在树中线 树弯钩 树弯钩 比划脱长才够宽 那我们就在小锦囊的帮助下 一起来写一写吧 写的时候要注意坐姿和握笔姿势哦 野字小口诀 野字小口诀 横折钩 要倾斜 长树压在树中线 树弯钩 虚树斩 笔画脱长才够宽 写好了池字 我们再来看看 欢字 欢字 左窄 右宽 左小 右大 左边 右字 那边点 右边 人字的撇 要一直写到点下面 那也要写到长长的 露在外面 你观察的可真仔细啊 那就让我们跟着小老师 一起来写一写吧 左边 右字 那边点 右边 人字的撇 要一直写到点下面 那也要长长的露在外面 写 写好了欢字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的言学 这是我们这节课的学习地图 在识字方面 我们利用情境 加一加 换一换 祖词语 结合生活 字理 等多种方法 实际了生字 写字方面 利用偏旁分类 观察小锦囊和写字小锦囊 学习了写汉字 我们还发现了两个朗读儿歌的小秘密呢 一是要注意押韵 二是要按照谁在哪干什么的句 试读好节奏 真是收获满满啊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课后的小任务吧 在美丽的大自然里 还有很多小动物呢 它们又是谁 在哪干什么呢 请你试着也编一首属于自己的动物儿歌吧 下节课我们还要接着学习一篇有意思的小韵文 古对金 请同学们课前做好玉学 这节课我们在动物儿歌里认识了很多生字 你都记住了吗 现在我们就请女生们先来读一读吧 动物儿歌 蜻蜓半空 展翅飞 蝴蝶花间 捉迷藏 蚯蚓土里 造宫殿 蚂蚁地上 运食粮 蚌蚪池中 游得欢 蜘蛛房前 结网忙 女生们的节奏和押韵读得还真不错呢 男生们也来试试吧